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发现痛苦和悲伤都只是提醒我 在过着自欺的生活 如今我知道这就是真实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了解要勉强别人接受我的要求有多无理 就算我知道时间不对 而那个人少未准备好 即使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如今我称之为尊重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 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都是希望我成长 如今我称之为成熟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了解 无论任何状况下 我都处于恰当的位置 与时机 所有发生的事件 也都恰如其分 因此 因此我可以保持镇定 如今我称之为自信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窃取自己的时间 我不再规划雄伟的未来 今天 我只做那些能让我喜悦快乐 我喜欢去做 并且让我心中雀跃的事情 而且我按照自己的方式 与节奏去做 如今 我称之为单纯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要求自己永不犯错 从此以后 我犯的错就越来越少了 如今 我发现 这是谦虚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拒绝继续活在过去 并且对将来担忧 现在 我只活在当下 也就是事情 正在发生的那个时候 如今 我活在每一天 一天接一天 我称之为 圆满的成就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发现 我的头脑会干扰我 并让我生病 但当我把头脑 与心连接 口脑就成为 优异的盟友 如今 我称这种连接为 新的智慧 我们无需 在害怕自己 或他人的争论 冲突 或任何的困扰 就算 就算 心碰撞 新世界 由之诞生 也是如此 这就是生命 深深的祝福 每个人 都好好 爱上你自己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发现 我发现 痛苦和悲伤 都只是提醒我 在过着 自欺的生活 如今 我知道 这就是真实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了解 要勉强别人接受我的要求 有多无理 就算我知道 时间不对 而那个人 尚未准备好 即使 那个人 就是我自己 如今 我称之为 尊重 当我开始 爱自己 我不再渴求 不同的人生 我知道 任何发生 在我身边的事情 都是希望我成长 如今 我称之为 成熟 当我开始 爱自己 我了解 无论任何状况下 我都处于 恰当的位置 与时机 所有发生的事件 也都 恰如其分 因此 我可以保持 镇定 如今 我称之为 自信 当我开始 爱自己 我不再窃取 自己的时间 我不再规划 雄伟的未来 今天 我只做那些 能让我喜悦 快乐 我喜欢去做 并且让我心中 雀跃的事情 而且 我按照自己的方式 与节奏去做 如今 我称之为 单纯 当我开始 爱自己 我不再要求自己 对将来 对将来担忧 现在 我只活在当下 也就是事情 正在发生的 那个时候 如今 我活在每一天 一天接一天 我称之为 圆满的成就 当我开始 爱自己 我发现 我的头脑 会干扰我 并让我生病 但当我把头脑 与心连接 头脑 就成为 优异的盟友 如今 我称这种连接为 心的智慧 我们无需 在害怕自己 或他人的争论 冲突 或任何的困扰 就算 心碰撞 新世界 由之诞生 也是如此 这就是生命 深深的祝福 每个人 都好好 爱上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